大家好,我是Wayne 今天的事件由小伙伴 卷卷卷纸牌棒冰投稿 十分感谢 今天我们讲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案子 今天的案子里面 凶手行凶之后和尸体共处一室 在受害者的家里面待了两天时间 这让我想起了韩国的变态求爱者 金太贤 求爱不成行凶后 也是在受害者的家里面 吃住了两天 这个事件我在会员影片里面已经讲过了 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哦 言归正传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2009年7月14日 这一天刚过了小暑 天气有一点闷热 上午11点24分 江苏省南京市古楼区警方接到了报案 称古楼区蓝山国际公寓酒楼的一个单元房里面 传出来了奇怪的臭味 警方赶到了现场时发现 房间的过道里面有一名女性遗体 书房里面有一名男性遗体 卫生间里面 则躺着一名女童的遗体 其中有一具遗体 已经被肢解了一部分 经过确认 死者是43岁的男主人徐健 37岁的妻子戴小红 以及他们7岁的女儿 而令警方感到惊讶的是 除了死状惨烈的三名死者之外 还有一个贪坐在现场的大活人 他叫爱建国 是男性死者徐健的熟人 案发之前 受邀来到了徐健家吃饭 他看见民警进来之后 神情恍惚地说了一句 人是我杀的 1976年 爱建国出生于河南驻马店 除了父母之外 他还有一个妹妹 父母都是农民 家境不算宽裕 但是爱建国在学业上很争气 2002年 他进入了中国药科大学读研究生 2004年7月 研究生毕业之后 他进入了位于江苏南京的 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因为是新人 公司就让他从营销部门开始做起 作为一个搞科研的研究生 再加上性格有些内向 不擅长和别人打交道 爱建国在营销部门 过得非常不自在 业务能力不行 人际关系也处理得不是很好 工作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了 而这个时候 依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与自己的上司徐健 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4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 爱建国正在书店里面 看一本名字叫 《就这样成为销售冠军》的书 正看了入迷的时候 突然就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那个人正是徐健 徐健见他上班之余 还读书来提升自己 很欣赏他不断学习的上进态度 于是就让他遇到困难的话 可以联系自己 自那以后 徐健也确实是说到做到 在业务上格外的帮助了爱建国 九月考核到期 由于爱建国的业绩很不理想 人力资源部门考虑要辞退他 但是徐健要求延长他的考核期 保住了他的职位 之后也不断地提点他 让他顺利地转正了 转正之后爱建国给徐健发了一条道谢的短信 而徐健也大大方方地邀请他一起喝酒 在酒桌上面他们聊了许多 徐健告诉他 自己196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 是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已经毕业五年了 妻子比自己小了六岁 两个人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因为妻子和女儿在无锡 而他在南京 所以每一个周末 他都会开车回无锡看他们 看着事业和婚姻都顺风顺水的徐健 爱建国很是羡慕 同时 他也对徐健在业务上的帮助十分的感激 徐健也毫不吝啬地鼓励他 让他不要灰心气馁 喝完了酒回到家时 徐健了解到 爱建国住的地方很狭小破旧 就提议让他搬来和自己一起住 徐健也在南京租房子住 租了一个两室一厅 而且他每一个周末都会回无锡老家 妻子和女儿也不怎么过来住 让爱建国搬来刚好可以省下一些房租 也不浪费地方 见徐健是如此地体贴自己 爱建国是欣然答应的 但是他顺利的职场生涯 并没有持续多久 2004年的10月底 他在公司里面发现了一个丢失的钱包 还给施主同事之后 同事开玩笑地说 里面怎么少了500块钱呀 一向有些自卑不常与人开玩笑的爱建国 认为他是在侮辱自己 就一拳挥过拳 将同事打打在地 在公司里揍同事 可不是一件小事 领导很生气 想要开除他 这个时候的徐健站了出来 坚持要先把爱建国留下来 看看之后的表现 爱建国得以第二次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这一次的经历之后 更是让爱建国感到 徐健是真心地对待自己的 从此将徐健视为了人生的知己 他想要和徐健成为平等的好哥们 而不是仅仅上下级的关系 但是对于徐健来说 爱建国毕竟是自己的下属 有时候对于爱建国那些 在他看起来不太有分寸的举动 他会觉得不太自在 比如一起坐电梯的时候 如果爱建国赶在了徐健前面进了电梯 徐健的脸色就会变得有点不好看 敏感的爱建国很敏锐地 察觉到了徐健的这种变化 除此之外 让他心生芥蒂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徐健的妻子戴小红 有的时候也会来南京看看徐健 爱建国说 戴小红他似乎有一点看不起我 他经常在家里面 使唤我做一些小事 比如拿一下晾衣架 帮他提一下菜之类的 就好像我是一个庸人似的 而对于戴小红的这些行为 徐健也没有说过什么 这让爱建国心生不悦 他就觉得 自己把他当做真兄弟了 但是人家还只是把自己当做下级呢 自己真的是自作多情啊 芥蒂的种子刚埋下 很快就到了发芽的时候 2005年春节之后 徐健突然离开了公司 跳槽去了南京先生药业集团 就任商业拓展部的副经理 对于这个消息 爱建国知道徐健离职的那一天才知道 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 徐健却对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半字 这让爱建国很是沮丧 但是他仔细想了一想 徐健的新职位年薪有20万 前途发展比现在的公司要光明许多 也许徐健不说出来 是怕节外生枝倒也无可厚非 徐健离职之后 两个人都各自搬到了其他的地方住住 生活上 两个人的关系渐行渐远 而工作上 失去了徐健的帮助 爱建国的业绩 又开始逐渐下滑了 他很不甘心 难道离开了徐健就不行了吗 为了证明自己 他想要离开公司 自己创业 但是创业谈何容易 他需要启动资金 人脉和客源 可是爱建国没有多少存款 人际关系也不行 更是没有什么稳定的客源 那要怎么办呢 他首先想到了自己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 了解了他的近况和想法 导师劝他先好好工作着 等在南京稳定下来 有了人脉和资金 再去考虑创业 对于导师中肯的建议 他并没有听进去 反倒是觉得导师不支持自己创业 是因为看不起自己 觉得他不会有所作为 他转而又想到了徐健 他把徐健约了出来 向他说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但是没有想到 徐健非常支持他的想法 给他分析了一通创业的一些方法 并说自己手头上有不少的熟客 到时候可以把这些客源都介绍给他 爱建国心下一阵高兴 有了徐健的客源 创业之路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大半了 接着他又支支吾吾的说 自己还需要一些启动资金 徐健为难的说 钱这方面自己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钱都在妻子的手上管着 他根本就拿不出来 爱建国他没有办法 就向亲戚借了十万的资金 按照徐健的提议 注册了一家药材公司 依靠着徐健的人脉和客源卖药材 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赚到了钱之后的爱建国 底气也足了 他在奢华的海鲜酒楼 请徐健吃饭 西间是推杯换盏的 两个人喝得是有些迷迷糊糊了 离开的时候 爱建国搂着徐健的肩 而徐健也搀扶着他的腰 两个人就好像亲密无间的兄弟一样 这让爱建国感到很满足 除此之外 徐健也经常会约自己 打高尔夫球 去他家做客 而戴小红对待自己的态度 似乎也没有那么轻慢了 变得客气起来 爱建国就觉得 这是金钱带给自己的尊严 2007年10月中旬 徐健来到了爱建国家 说女儿要上小学了 需要把户口签来南京 他还想要买个房子 把妻子和女儿都接过来 问爱建国能不能够借他50万 爱建国的存款只有30万 面对徐健的哀求 他咬咬牙 答应把30万全部都借给于健 看在两个人的情意上 爱建国没有让徐健写下欠条 两个人就达成了口头协议 借了钱之后 徐健在南京鼓楼区蓝山国际公寓 买了一套将近200万的房子 2007年11月 爱建国特地来帮徐健搬家 他惊讶地发现 徐健的物品当中有红木家具 昂贵的健身器材 古董玩物和戴小红的一大堆化妆品 加起来价值超过百万 看到徐健的生活原来这么富足 爱建国心里是五味杂陈 一方面他以为自己借给徐健的钱 是在困难当中帮了兄弟一把 但是没有想到 这30万和徐健的财产相比 根本就不算什么 反倒是自己把所有的存款都借给了他 多少显得有一点愚蠢 而另外一方面 徐健家里面虽然这么有钱 但是都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他却从来没有提起过还钱的事 而爱建国自己呢 还没有买房 也没有成家 想要办一点事 手上却没有一点闲钱 自己亲近了所有帮助徐健 而徐健却一点都不为自己考虑 后来徐健家陆陆续续的 买了超大屏的液晶电视和新的轿车 也没有还钱给他 爱建国虽然心里一直犯着嘀咕 但是碍于情面 也没有主动提起让他还钱 除了借钱一事 还有一件事情呢 也让爱建国十分的不爽 因为爱建国一直是单身的 而徐健的妻子戴小红 是无锡三月的护士 认识很多女孩子 徐健就让妻子给他介绍对象 根据爱建国所说 戴小红给他介绍的第一个女孩子 刚认识几天就缠着他 要给他买昂贵的衣服和化妆品 爱建国他不想做冤大头 见了几次面之后就散了 后面介绍的女孩子 爱建国也都不满意 2008年7月底 徐健邀请爱建国来自己家里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就聊到了找对象的事情 戴小红说 爱建国是农村出身 不能够要求太高 不然不好找对象 爱建国就感到 戴小红是在贬低自己 于是就对了回去 说现在的女人 都像你这么势利的话 不找也罢 听到了这个话 戴小红和徐健的表情 是变得很难看 而徐健的从此 也很少在约爱建国了 2008年8月 全国的经济都不景气 爱建国的药材公司 也受到了影响 收益明显下降 随着徐健和他的来往越来越少 客源也流失了许多 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 10月初 爱建国找到了徐健 想要缓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他知道啊 徐健喜欢股玩 就从股玩市场 淘来了很多的股币 想要送给徐健 但是徐健拿到的这些股币 只是看了一眼 就扔进了抽屉里面 爱建国就感受到了 徐健的无视和轻蔑的态度 非常愤怒 但是呢 又不好爆发 他就走进了卫生间 咚的一声 把拳头砸在了墙上 徐健硬声问他怎么了 他只是说了一句 没事 时间来到了2009年 公司的收益持续下降 爱建国需要资金周转 他就打电话给徐健 想要回自己的30万 徐健说 他需要和妻子商量一下 而之后就没有了回音 不管爱建国给他打几次电话 他都是一而再而三的推托 到后来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 爱建国试着直接找到他们家 但是家里面明明有人 敲门却没有人回应 他十分的恼怒 给徐健下了最后的通牒 再不还钱 就去法院 但是徐健好像根本就不怕他这个警告 还是闭门不见 爱建国只好找到了律师 想要走法律程序 但是律师告诉他 他们的借款没有欠条 也没有录音 打官司根本就没有胜算 爱建国傻了 没想到当初出于义气的一句豪言 却埋下了那么大的祸根 6月28日 他来到了徐健家楼下 刚好遇到了他们从家里面出来 准备开车去什么地方 一家人笑容满面 看上去都很开心 爱建国心声怒火 上前堵住了徐健 让他还钱 戴小红听见后脸色一沉 徐健赶紧推托道 过几天再过来吧 我给你准备一点 说完这句话 一家人就坐上了车子 扬长而去 爱建国失落地回到了家里面 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事情 和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 他这么多年来推薪致富的好哥们 却原来是一个利用自己欠钱不还的老赖 他把他当知己 可对方呢 把自己当什么了 自己的公司前途堪忧 而徐健一家 拿着自己的30万块钱 住着豪宅 满面春风 竟然没有一丝要还钱的意思 爱建国越想越气 决定采取行动 2009年7月14日上午 徐健原本计划出差 但是他的同事迟迟没有等来徐健 而事实上 徐健已经两天没有来上班了 同事找到了徐健家 给徐健的手机打电话 听到屋子里面的手机在响 但是没有人接听 而门缝里面 也传来了一阵阵意味 同事就感到不对劲 马上报了警 然后就有了我们开头 所提到的那一幕 徐健和妻子女儿 已经死在了家里面 爱建国坐在沙发上 看见警方找了过来 也不逃走 说了一句 人是我杀的 你们把我带走吧 警方随即逮捕了他 在审讯室里 除了警方第一次训问时 他承认杀人之外 后来一直到庭审之前 爱建国都否认自己杀了人 他不断地更改口供 先说徐健一家是自己杀的 又说是三个陌生男人杀的 他辩解到 自己7月11日 受到了徐健的邀请 去他家做客 进屋之后呢 却发现 有三个陌生男人 和徐健在吵架 他就想离开 改天再过来 但是那三个男人 不让他走 期间 爱建国 徐健 女儿 以及三个男人 都待在徐健的家里面 到了第二天 戴小红从外面 回到了家之后 又和这三个男人吵了起来 而争吵当中 三个男人用锤子 杀害了他们一家三口 要求爱建国出去买工具 回来肢解尸体 并且派了一个狙击手 来跟踪他 爱建国遭到了威胁 不得不听从命令 但是 根据警方的调查 发现遗体的时候 案发现场 只有爱建国一个活人 而走廊和电梯里面的 监控录像也显示 除了徐健一家三口 和爱建国之外 没有人进出过徐健的家 现场的门窗紧闭 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 而且只有徐健一家 和爱建国的足迹 指纹和生活痕迹 没有其他人的可疑痕迹 其次 五金店和超市的职员 也作证 购买切割机等工具的人 就是爱建国 而且小区的保安说 曾经看到过爱建国 提着塑料袋离开小区 里面装着肉一样发红的物体 根据第一次审讯时 爱建国的证言 警方在公寓西北方的桥下 找到了装有大量人体组织的塑料袋 DNA也与徐健家一致 爱建国的手上 也残留着使用过 分割机器留下来的水泡 因此 残忍杀害和试图肢解徐健一家的 至始至终都只有爱建国一个人 可是 疑团依然存在 当天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又是什么 让爱建国下定决心要杀人呢 被捕之后的第一次审讯时 爱建国自己说 7月11日 他去徐健家要钱 徐健同意写欠条 但是妻子戴小红 不承认他们借了爱建国的钱 还拿了一个仰角锤要打他 爱建国就夺走了锤子 杀死了戴小红 然后又砸死了徐健 之后徐健的女儿 看见了这一切 开始嚎啕大哭 她觉得不能够留下目击证人 于是就把女儿拖到了卫生间 杀死了她 对于欠钱这一事 徐健的母亲坚决否认 她说 徐健的经济很宽裕 房子的首付 也是用炒股票赚来的钱 和贷款支付的 没有找过爱建国借钱 而徐健的姐姐也表示 爱建国杀害徐健和妻女的原因 不是徐健欠钱不还 而是爱建国的公司 需要资金周转 她找徐健借钱不沉 恼羞成怒而杀人 2010年7月7日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爱建国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赔偿受害者家属 138.44万元 爱建国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 但是被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 2011年8月12日下午 爱建国被执行死刑 直至死刑之前 他仍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杀人的事实 事件到这里就讲完了 以上大部分内容 都是爱建国一方的说辞 由于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 他说的这些内容 有多少是真的 又有多少是假的 我们也很难去考证了 在爱建国的字数当中 他把自己描写成了一个不善交际 但是努力进取 知恩图报 最终被利用的一个可怜人 我们从他所描述的 和徐建的关系当中可以看到 爱建国一直想要成为 和徐建地位等同的兄弟 爱建国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 家庭条件一般 工作能力也不优秀 因此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的徐建 成为了他羡慕的对象和奋斗的目标 徐建对他的支持和照顾 让他感到的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正在慢慢变好 他好像是乘上了一艘快船 让他在不进则推的职场当中 得以生存下来 但是徐建的突然离开 和之后的疏远 都对他的工作和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想要生活在徐建的阶层 以为和徐建成为了朋友之后 他离那个目标就会近一些 但是 在见到了徐建的家底之后 他才骤然地发现 他和徐建之间其实隔着很大的鸿沟 这让他又重新跌回了自卑的深渊 对他人态度也变得敏感多疑 总是觉得别人瞧不起自己 实际上 爱建国也许没有他自己描述的那么的单纯 案发之后 他有计划性地购买了切割工具 花了两天的时间和遗体在一起 一个人肢解了遗体 这期间他还在网上下载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 签下了自己和徐建的名字 并且托着已经死去的徐建的手按了手印 试图以买卖的形式将徐建的房子过户给自己 而他的性格缺陷早在案发之前就已经暴露无遗 捡到钱包时 面对同事的玩笑 他没有想着要辩解 而是直接付诸暴力 在遭到了徐建的无事时 他愤怒至极不可自已 却选择什么话都不说 在徐建面前伪装自己 只在卫生间里面靠着砸墙来发泄情绪 本身无法控制的暴怒和长期的压抑 让他最终到了一个临界点 做出了极端的选择 从徐建身上 我们也许可以了解到 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是非常重要的 徐建作为爱建国的上司 利用自己的职权帮助了爱建国 可是对于爱建国的亲近 他又感觉不自在 他想失善于人 又想维持自己高一级的地位 导致爱建国混淆了徐建的态度 在社会中 每个人扮演的角色 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份而已 还有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 和自我认知的改变 与人的交往保持好距离 在双方都舒适的距离上 画一条明确的边界 才能够保证有效的人际关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看似是事件导火索的30万借款 到底是真是假呢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说说你的看法 最后 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还不错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收藏转发哦 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